歡迎來到今集的萬迷早晨節目 這節會跟大家說說西維爾 歐巴佩四拳的對手就是西維爾 亦有很多馬亂球迷都說 我們兩年多前對西維爾有一個非常悲慘的經歷 我們一直對西甲球隊都是一般的 我在官網找到一篇文章寫得相當好 叫做Adam Marshall 如果沒有記錯 我看到他很多時候是記者 在官網寫很多文章 這篇不是報道 是他自己對於我們上次對西維爾 和今次對西維爾 究竟有任何參考的價值呢? 我覺得寫得相當好 亦給了很多有用的資料給大家 所以今次希望跟大家分享這篇好文章 Adam就這樣說 已經是兩年零五個月之前 辦聯上一次對西維爾 但改變了的事情實在相當之多 他就說 當時來說真的非常失望 因為我們 總共2比1 輸了 比西維爾 當後備入體的Ben Yerder 入了兩球非常重要的作客入球 曼聯在第二回合 只能夠有三腳射門 中籠 其中一球就是 盧卡古的破彈 入一球 差不多 這就是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 我們作客的時候 是0比0打和的 而那一場球 誰是最佳球員 就是迪基亞 大家明白為甚麼 亦是讀過一場球 我們作客只能夠有 一腳射中籠 Adam就好好地說了 我們上一次對西維爾 不過上一次就是 歐聯的賽事對他們 我們如何黯然出局 他就說 大家都要明白一點 去到這些歐洲的淘汰賽賽事 很多時候都會踢得非常緊 但是始終我們曼聯當時 這樣黯然出局 他都覺得有點而失望 大家不要忘記 西維爾在歐洲的比賽 的確是有差不多的 穩定的表現 以及有差不多的實力 但無論如何都好 上一次我們對著他 對於我們曼聯的球迷 尤其是第二回合 主場的球迷 都是這樣出局 但是都覺得有點而不舒服的 好了 我們看看 究竟兩隊球 在這兩年五個月之後 就有什麼變化了 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曼聯 在那晚 正選11天 原來 在今屆的歐百杯賽事 我們都是八強的時候 我們就對哥本哈根 國際米蘭也都八強上陣 原來我們在兩年五個月之前 那場球的正選球員 現在在國際米蘭的正選陣中 是多於曼聯陣中 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始終大家都要明白 國際米蘭是我們有機會的 決賽對手 這個非常有趣 他就說 我們剛剛八強賽事對哥本哈根 那場球 這個正選陣容就是 是 對不起 他在說上一次 上一次 我們對西維爾的正選陣容 就是迪基亞首郎 華倫西亞 拜利 楊格 四個後衛 馬迪費蘭尼 連格特 中場 山齊斯 勞卡古 福仔 有三個入替後備球員 就是普巴 馬西亞 馬仔 和馬達 他就說 在現在的曼聯陣中 剛才的正選陣容 只有兩個 是這次對哥本哈根 八強的正選 就是拜利和福仔 迪基亞 馬迪 和連格特 都在板凳上高 連格特 和馬迪 之後都有上陣 後備入替 但是 相反 國際米蘭 在剛剛八強 歐巴杯的陣容 就有三個 我們上一次 對西維爾的正選上一人 包括 楊格 山齊斯 和盧卡古 而華倫西亞 費蘭尼 都已經離開了球會 史摩寧 雖然未離開 但是上一季 即今季 就愛借了去羅馬 亦都不在我們歐巴杯的陣容 再留意一點 當場 當時的三個後備入替球員 就是普巴 一個小時左右 即60分鐘左右 上陣 然後還有馬西亞 和馬達 其實他兩個都只是 踢了大約13分鐘 在第一個回合 即是0比0 對西維爾的回合 我們三個後備入替 就是福仔 普巴和馬斯 但是 很明顯 剛才所說的 後備入替球員 就是這次我們對西維爾 蘇斯克查的正選陣容之中 非常之大機會有份 由於他們可能在這幾年 真的告訴大家 他們的才能 是比較發揮得好些 尤其是馬達 在對高換坑的廣場 換入之後 我想很多萬聯 昨天都說過 整隊的球員都關掉了 我想 Adam說這場四強賽事 都是給蘇斯克查的一個 要想的問題 就是究竟 我們對西維爾 是否馬達應該正選 或者怎樣用馬達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問題 還有一件事想補充給大家聽 Adam和大家說 西維爾 在歐霸杯 自從2005至2006 這個球季之後 總共是拿過5次歐霸杯 大家搞清楚 2005、2006年 打後的球季 這15年裏 他們拿了5次錶 還有三次連續三屆 所以西維爾和歐霸杯 真的不能分開 說回西維爾 努帕迪古帶領的西維爾 他們的11人 他們上次對我們的11人 和現在已經是金飛息比 完全不同了 其中只有一個球員 兩年多前對我們 和剛剛他們對狼隊的八強賽事 都是正選的 就是Eva Benega 這個球員 唯一一個 他們比我們還少 我們也有兩個 還有兩個後備入體的球員 Sergio Escudero 和Franco Vazquez 都在狼隊那場球 後備入體 就是當時 兩年多前 正選了一人 到現在 就是後備入體 所以 大家兩隊 都已經換了人 完全不同了 所以Adam說 這個就是我們 亦都因為這樣 上一次的參考作用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 因為人已經不同了 打法上也都不同了 領隊也都不同了 所以我們跟西威爾 今次的對碰 就是一個全新的經驗 跟上次沒有什麼關係 以及我們的領隊 蘇斯克查 也都 之前帶領過穆迪 在2016年 都以3比1 總比數 輸過比西威爾 所以 如果我們說 這一場是復仇之戰 除了是萬聯的復仇之戰 之外 亦都可以說 是蘇斯克查的復仇之戰 大家聽完 這個Adam的文章之後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就覺得 之前的對賽成績 就真的可以 好像Adam所說 不能夠作參考 因為都更換了人 更換了打法 更換了領隊 但是 我想 有時 就是trend的事情 大家都要留意 但是 在今次來說 如果 純粹看trend 即趨勢的話 我就對我們 進入決賽 是非常有信心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暫時買過關子 我們進入決賽之後 我跟大家說回 為什麼 我就會跟一位萬迷 說我的原因 作為一個 他幫我作證 那個原因 也挺有趣的 跟這個trend 是有關的 大家可以猜猜 直到我們進入決賽 我才拿出來說 OK 今次節目就這麼多 希望大家也留言說一下 究竟大家對西維爾 這場球有沒有信心 應該會在星期日的 晚上作賽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